机器人和人握手碰拳 态度友善模样可爱 但美国最近却有专家跳出来警告 未来百年内高达99.9%的几率 人工智慧就会消灭人类 按照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教授 杨波尔斯基的说法 人类未来百年开发零出错 又高度复杂的AI软体可能性超低 同时人类却要AI做超出设计范围的工作 因此到现在没有一款AI模型百分百安全 无独有偶 网路也有年轻人串联 要世界各大领袖思考AI威胁 年轻人所发起的行动还获得名人背书 当中包括台湾前述发部长唐凤 先形容这是世界第一个 同时也是最大规模追求安全AI的运动 不过AI威胁论不是所有专家都买单 多数相关领域学者认为 AI消灭人类的几率最高也才20% 甚至只有1%的可能性 OpenAI的创办人奥特曼则曾建议设立监管沙盒 方便进行AI实验 各界再依照实验结果实施与调整监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